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算是暖和一点了 今天出太阳了 今天也是这个到夏令时了 我还穿羽绒服呢 这就是夏令时了 夏令时有点不可接受 这天还没有完全的暖和 只是稍微暖和一下 就夏令时了 拖延衣服脖子露出来了 昨天的节目脖子都在衣服里面 方舱医院真神奇 好了 我不恶心大家了 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也没什么主题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图片 有这么一句话 中国人从来不爱中国人 但是却很爱国 爱人是需要投入情感付出 时间精力经济成本的 爱国只需要口水 然后底下署名的是胡适 我一看到这是胡适说的 然后我还查证半天 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吗 我还在网上找胡适的名言 我记得胡适没说 说这句话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胡适的名言里边有这么一条 但是这句话说的也确实非常有道理 而且我也确实认同这句话 中国人从来不爱中国人 因为我在这边我确实感受到了中国人 确实不爱中国人 很多人说你老黑算是同胞吗 我有必要对你客气吗 是我不是同胞 但是我是从那片土地成长出来的 我也说的是汉语 从这些各种网络暴力能够看出来 确实很多中国人都是不爱中国人的 我不说全部 我要说全部的话很可能惹上麻烦 我就说是很多一部分中国人 你们不要对话入座 我说一部分中国人 他们就是说不爱中国人 但是却很爱国 是这样 不要对话入座 真心的跟别人交往 确实是要投入非常多的情感时间精力 我在这边就是说我交朋友 我也是有一些门槛 从中国人不爱中国人 咱们就是从历史上已经说了很多了 可能说了一点啰嗦了 以前节目也没少做 你比方说义和团事件 咱们受害者最多的都是中国人 虽然说是浮清灭阳 你说是在文革时期 保卫毛主席 什么地富反怀右 各种运动 运动了七八年就来一次 这都是中国人不爱中国人的体现 你放到现在 各个国家的小粉红 对于这种不同的声音 零容忍 恶语相向 CNMB 人肉搜索索 这都是中国人不爱中国人的体现 但是这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 有一部分人还是很文明的 我说的是一部分人不要对号入座 而且我还总结出一个规律 就是那些不爱中国人 但是很爱国的那些人 你要是跟他辩论 他怎么着他都不听 油言不尽 你是没法去说服他的 网上流传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你不要试图去说服一个SB 他会把你的这种思维层次拉低到跟他一样的水平 从而把你变成一个SB 你要让我去什么苦口婆心 去摆事实讲道理 列数据 去跟这些小粉红们 跟这些爱国者们去辩论 我还真没那个时间 这个道理 它是讲给那些能够听得进去 能够听得懂的人听的 除了小粉红 还有一个群体是什么群体 那就是一个五毛的群体 五毛也是分很多种的 有的是正是有编制的 是拿工夫的 是领薪水的 是有绩效考核的 这是一份正当的职业 但国内来说应该是一份正当的职业 我国内有个朋友 他确实是很有水平的 也是读了很多书的 然后确实是 他是想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 他说我以前 我一度想去做五毛 我知道这就是五毛 我知道这就是粉饰太平 这就是跟政府唱散歌 我有这个水平 我觉得我一个能做好 但是实际上没漏用 他我这个朋友 他可能就是说 在其他方面 就是没有达到人的要求 没有他后来 就是朝学术方面去发展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造诣 别看他只是80后 然后他经常拿这个段子跟我说 以前我也是看的不太透 以前也是被这种利益蒙蔽了眼睛 后来良心发现了 这是五毛这个职业 在国内确实是 是存在的 还有一种五毛这种网评员 他们都是在监狱里面的 像这种事情 也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各个监狱里面 就是开始把那些犯人 去培训成这种网评员 然后有人对这种网评员 还是挺理解的 我今天我看了这么一个评论 我也是理解了 是这么说的 我是理解这些网评员了 就是俗称的五毛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会对这些说真话的人 恶语相向 原来他们有很多都是在高墙里面的犯人 他们是为了重获自由 为了重获新生 他们只有按照上级的要求去攻击那些说真话的人 去无名化那些说真话的人 让说真话的人闭嘴 让不同的声音消失 然后他们才能够获得减刑 让自己快速的去回归社会 你要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都一样 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 自由对那些犯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他们为了自由而战 你说我们有时候说真话 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是为了自己不吐不快 要说了一些真话 但是那些高墙里面的犯人 他们从事五毛这个职业 他们是为什么呀 他们是真的为自由而战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挺理解他们的 说回我自己 不管说我以前是在写文章 还是现在在做油管 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就是说以一种关心你的这么一个姿态 去劝你老黑 你文章不能那么写 这样写不好太极端 以前写文章的时候是有人劝我 我后来我做油管 做节目呢 有些人他说 老黑呀 这话你不能那么说呀 说了太极端了 你要为自己的家人想一想啊 那这些人呢 他们当时劝我的时候 还是从我的这种利益角度去出发 说你这样说对你不好啊 是很关心我 但是中国人 他是只问立场 不问黑白 他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不问你说的是不是对的 他只关心你有没有站队 你有没有跟老共站在一边 这是他们关心的 借着这么一个关心我的名义 让我去闭嘴 而且呢 我也是明确的表态了 我不会闭嘴 我第一次这么明确表态 是什么时候 是以前我在工作单位的时候啊 公司的总监呀 他是暗示一位同事向我传话 说老黑呀 你的这些文章呀 老总不喜欢 希望你以后不要写了 然后当时我想了大概几秒钟 就说不好意思啊 即使这份工作不要 文章我还要继续写 我还要说我自己的真话 那是在国内的时候 后来没过两个月 公司就把我给辞退了 辞退了我们还给我发了点钱 是吧 安慰奖还发了一下啊 还算是人之一尽吧 那都是成年烂骨的事了 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再说 现在呢 我是在国外 我在做这么一个油管的 这么一个自媒体啊 还是说想要让我去闭嘴 很多人想让我去闭嘴 我靠我现在我都在国外了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呢 我还要去在乎这些 就是说我现在在一个这么一个民主自由 有这么言论自由的国家 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我闭嘴 那对不起 我真的没法闭嘴啊 说真话 说实话 那这就是我良知的体现 我无法做到那种原话 无法做到那种事故 无法去做到去讨好那部分人 我也不想去做一个非常合群的人 我上半辈子我已经做过无数次的 尝试去合群 去讨好别人 去尝试去融入所谓的一些什么企业文化了 融入一些所谓的群体了 不行 这不是我 我的人生 我做主 我必须要做我真实的自己啊 我就要说真话 说实话 特别现在是在国外 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哎 我也没什么靠山 我的靠山呢 就是法律 我只要尊重一个观点 我不犯法 我不攻击别人 我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 我去坚持说真话 说实话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当然了 我也没少受到啊 这个世界对我的恶意啊 我是经历过很多的 在这里呢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呀 大家要把这个精力啊 把这个注意力啊 去放到正确的事情上去 去放到能够让自己生活更好的那种方向去 那咱们再延伸出来说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那么大家应该去关心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关心自己的饭碗 说白一点 那就是吃饭 而这个话题呢 我在之前的节目呢 也说过很多次了 就当是炒冷饭吧 哎 这个饭炒一遍炒第二遍 可能每次炒的有不同的味道啊 就是说现在像今年目前国内发生这么大事情 全世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 这个粮食问题啊 它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这个事情对世界造成的影响 那是全方位的影响 不管说是工业农业制造业全部都有影响 包括国外对中国这种农作物的出口也有影响 那么你中国国内你的这种粮食自给率呢 又不足 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今年的这个农作物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收成 这还是一个问号 今天呢 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什么呀 是中国农业部的新闻啊 它一天是发两个消息啊 它第一个消息说啊 今年小麦的调袖病啊 近十年来是最严重的 而且就在同一天 它还发了另外一个新闻 它说目前小麦描情好于常年 这个一天当中两个新闻啊 是左右搭连就是互相矛盾 而且像去年到今年 咱们就是陆陆续续能够留意到一些信息啊 什么沙漠蝗虫啊 什么摊业鹅啊 这些虫灾啊 哎 这都是铺垫啊 万一未来的几个月以后 真的出现这种粮食短缺 这粮食价格上涨 或者说是粮食欠收啊 官方又可以找这些是害虫来背锅 让摊业鹅来背锅 让这种沙漠蝗虫来背锅 反正都是要动物来背锅 像什么蝙蝠那样的背锅 像果子梨 反正得找动物来背锅 还动物它不如说话 动物躺着也中枪 大家应该就关心自己的这种饭碗 啊 就是说能囤粮的赶紧囤粮 趁着现在能囤粮赶紧囤粮 你要是等到粮食价格真的上涨了 或者说不好买粮食了 那时候你想囤就晚了 而且我也不指望很多人能够囤粮 如果说100个人里面 能够有一个人囤粮就可以了 像我的观众朋友们 在国内的10个看我节目的 有一个能囤粮 这也算是做到位了 这也算是我是做了点事情了 我这个节目也没白做 就是说粮食它放 它也是不会放坏的 只是口感差一点 吃还是能吃的 你三个月半年的这种储备 它都无所谓 你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 它会贬值 你把这个钱你去买股票 它股票它会跌 你就算你去四大行去买黄金 都有可能买到假黄金 你没点粮食在家里面放着 这没事吧 你买半年那没事吧 放不坏吧 而且家里面你搞一平米 你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储物的 这么一个小仓库 一平米一立方米就可以放很多粮食了 就可以堆很多了 米面油都可以放 这是大家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大家应该把精力用到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不要老是忙着爱锅 不要老是忙着在网上做肩膀侠去搞人身攻击 也不要老是想着一天到晚去撕逼 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让你和你的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 不管说是五毛粉红还是什么网评员 还是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都有最基础的生理需求 那就是吃饭 把自己的肚子管好 把自己的肚子管保 好好生活 保持身体健康 今天的节目也就是一个闲持 今天也没有去特意的去追什么热点 只是网上一些新闻 然后看到哪了就说到哪 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放藏医院真神奇 哦 谢谢大家